郑成功为什么要收复台湾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 郑成功收复台湾 那是因为荷兰人当时占了台湾 让台湾人生活于水深火热当中 郑成功作为中国人 怎么能够允许外国人欺负咱们呢 所以说当仁不让 他去收复了台湾 给我们一个交代 1659年郑成功带着十万大军北伐 可是没想到 回到厦门的兵 最后只剩下不到五万人 当时的蜻蜓非常强大 它是不可能给你喘气的机会 于是郑成功回到厦门之后 蜻蜓就对整个厦门来进行了什么 贸易封锁 断你的粮 断你的水 断你的商业 所以郑成功这个时候最好的选择 就是要突出重围 选择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 哪里呢 他看了看东面的海 上面有个岛叫台湾 那不就是刚好的地盘吗 于是郑成功要去什么 收复台湾 但是郑成功刚刚打了败仗 军心溃散 这个时候收复台湾 肯定不合适 还必须要等 等什么呢 等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何彬 何彬是以前郑成功父亲的旧物 后来呢给荷兰人当通事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翻译 那么有一次 荷兰人在台湾 希望能够到厦门跟郑成功进行通商 就派了何彬到厦门来 何彬呢就趁机找到了郑成功 并且带来了一叠资料 交给郑成功 资料里面明确的就记载了 荷兰人在台湾的一些炮台 军事布局 人口 等等一些这个行动的方向 郑成功看到这个资料之后很激动 就对何彬说 你回去之后 给我继续监视 等我情报 郑成功侧兵回到厦门之后 刚好也觉得非常的危险 于是就派人通知何彬赶紧从台湾回来 何彬这个时候就带了一张台湾的地图 并且呢带来了从洛门水到如何进入台湾的方式 见到了郑成功以后 他才觉得进攻台湾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带着两万五千的士兵 带着三百多条战船去了台湾 到了台湾以后 他用什么围困的方式 将整个荷兰的军队困了八个月的时间 他们断水断粮 在军心即将溃散的时候 郑成功写了一封招乡书过去 说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固有领土 你们洋溢怎么能够随意侵占 识相的速速离开 从哪来的回哪去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荷兰人看了郑成功的招乡书之后 立马挂起了白旗 就跟郑成功投降了 投降以后的荷兰人乖乖的离开 郑成功从此以后就对台湾进行了系统的管理 1662年郑成功收复了台湾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外国人的手里 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